因新冠肺炎肆虐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原先每周在湾区各城市的排舞教室20堂课 现在都改为线上教学 期盼大家借着健身运动将身体照顾好 平安度过严峻的疫情时期 1月7号晚上7点 是2021新年的第一堂课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创会会长林桂湘表示 希望2021年扭转乾坤 祝大家事业顺利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 自从2020年疫情开始 我们还是秉持着 带着大家健身健身的这样一个服务精神 来带着大家每一个星期四都有开课 那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大家能够上线和我们一起共舞 每周四的线上课程 总是能吸引上百位学员及好朋友参与 课程由林桂湘带领大家做暖身运动 暖身运动适合各年龄层 从慢慢开始逐渐增加强度到热力四射 深受学员的喜爱 林桂湘也在每个月初编制新舞 亲自教授 详细说明舞步及重点 它让学员透过网路教学能够快速地学习 以及熟练舞步 排舞的特点是不需要舞伴 不需要过大的空间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也欢迎各地侨胞 商会成员 以及热爱运动的朋友们免费参与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 黄本初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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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